經常有讀者問我,為什麼不寫古文呢? 其實,不是我不想寫,只是古文這件事實在太奇妙了 不是一個外行人可以寫的,如果立暖地寫,就有筆敬之言 所以,我每次都不肯落筆,直到今天,我才想寫下這個故事 如果直接寫古文的話,好像有點突然,所以,在寫之前,我有必要說一聲 平安爺這個故事寫完之後,我接了一個電話,從一個女生打過來 她直接就跟我說了一句 在傾談之間,我了解到她的經歷和我的故事有幾分相似 雖然,我對她的經歷很好奇 但無奈,中國的手機支揮實在驚人 而且,她的故事由水蛇春那麼長 所以,我還是決定轉戰QQ 以下,是我跟她的對話 我今年剛好大學畢業,不要看她這麼小 我的經歷,絕對要比你多很多,很多 我向來都不喜歡說話,所以大部分時間都看她打字 跟其他女生一樣,我都希望有一段自己的愛情 第一的時候,這一段感情無色無色地來到了 我遇到一個男生,說真的,我當時真的很愛很愛她 後來,到了大義,我們… 不是呀,應該是說我 要為短暫的快樂,付出沉重的代價 我去做了這世人第一次的人流 當時她在我身邊,緊緊握著我的手 她扶著我走進手術室 說真的,她可能比我還害怕 她的手一直在抖 因為怕在大醫院見到熟人 所以,唯有偷偷摸摸地選了這間黑市醫院 雖然這間醫院看上去融融爛爛的 但只是收費,就比正規的醫院便宜了一半那麼多 在我進去的時候,我還看到一個女生 自己坐在那張長椅上等 當時我就想,最起碼,此時此刻 我還有她在陪著我 那天是下午四點做手術的 那天很暗,風吹起來很冷,很冷 無名的壓抑感,壓到我幾乎無法呼吸 那手術室很小,只有一張床 旁邊就放了一堆冰爛的器械 我突然感到很恐懼 因為我肚子裡的小生命不斷地掙扎 想抵抗命運 那天,我已經有了她四個月了 手術室裡的那個男人居然推著我背部 很不耐煩地說 不用怕,一下就行了,不痛呢 而裡面有個所謂的醫生 戴著幾乎全面的口罩 一對陰森的眼睛,淡淡地看著我們 她小小地說了一句 快點,不要妨礙了 我男朋友轉身走出去 順手啵一聲,關上手術室的門 我無助地摸著肚子 然後慢慢地爬上床頭 要有道,還是附加吸引? 醫生正在掃著器械 冰冷的撞擊聲在整間房間匯蕩 我不明白她究竟在聞些什麼 她見我沒出聲,就嘆了口氣,繼續問 唉,幾個月了 四個幾月了 醫生立微有點驚訝,接著就說 那不可以用有道了 用附加吸引吧 再好打麻醉藥,不然會很痛 她轉身,自言自語地說 多成四個幾月了 現在的年輕人真是的 我不想麻醉 我突然之間,將這種想法,告訴醫生 我想將這個不完整的弟弟生下來 我想用一輩子去記住這一種痛 醫生勸了我幾句 見我沒有反應,就唯有照做 我選的是機械流產 的確,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當冰冷的手術工具 進入我身體的時候 這種感覺 不應該叫做痛 應該叫做撕裂 隨之而來的痛楚 傳遍我身體的每一個角落 我的身,痛得縮迷一塊 手術的過程 我真的不想再記起了 總之 我的尖叫聲 一直在手術室裡徘徊 手術日終於結束了 她帶著不安的面孔進來 竟然連正眼都不望我一下 雖然很虛弱 但也未至於神之不清 我一再堅持要看一下 從我身上拿走的骨肉 醫生辭異了一下 最終都是見護士抱過來 我很驚訝 她竟然是一個男生 而且頭出奇這麼大 才四個月就會這麼大 我有種感覺 如果可以生下來的話 她一定會很聰明 很可愛 我轉頭揮一揮手 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來 護士又把嬰兒抱給我男朋友看 她接過之後 突然把手伸向嬰兒 要二十七個星期 胎兒的眼睛才會完全發育 才可以增開 所以她現在也是緊閉著的 我男朋友當時不知為何 突然伸手打開嬰兒的眼睛 站在一邊的醫生突然之間大叫 摸 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她已經打開了 我看不到到底是什麼樣子 但她好像很害怕地把嬰兒扔到地上 然後一直向後退 指著嬰兒 口陣陣地說 好冷啊 她好像嚇傻了 我用好比兒的眼神看著她 這個我曾經深愛過的男人 在我面前 竟然變得無比那麼醜陋 醫生走過來 把嬰兒抱起了 當然是黑洞啦 對眼都沒發育好 不過好像這些 沒有機會來到這個世界的嬰兒 還有都不要去看他們對眼 開眼之後會很麻煩 醫生的語氣一直都很冷淡 可能這些事 在她面前已經發生了太多太多了 好在流的血不多 我的身體很快地恢復 我男朋友一直很慚愧地在床邊陪著我 但是在我落地之後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她分手 她完全沒有挽留 而且答應得很爽快 對於這一段感情 和大多數人一樣 變成記憶深處的一道疤痕 只不過 我比其他人來得更加沉重 分手之後 我更加痛苦 來日喝酒 抗誤 令自己完全這樣堕落 失誘發覺 勸都勸不動我 就開始疏遠我 我覺得 我已經成為了這個世界的孤獨者 最後 我還燒了毒品 最起碼 它可以令我快樂一點 這一種日子一直持續了半年 直到有一次 我真是嗨過頭 一頭這樣撞到桌角 當時我就感覺到 流著血的傷口 很痛 很痛 這種痛楚 竟然令我醒了 我發覺 我應該好好地生活下去 雖然額頭的傷疤 現在都沒有辦法消除 但我寧願它永遠都不要消失 畢竟是它令我再一次重生 後來的事就比較平淡了 我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去學習 最後以優異的成績不言 跟那個男人的聯繫更加少了 說不生氣他 怎麼可能 但是我發覺冷望多過癢 但其實 真正的事件 現在才開始 今年六月份 我大學同行 東藝的寶寶滿穴 大家都去祝賀她 當然啦 還包括她 我們隨便地問候了幾句 其實 她似乎有很多話想跟我說 但我冷漠的表情 令她說不出口 的確 她變了很多 整個人都消瘦了 深深的黑眼圈 居然還有白頭髮 東藝生了兒子 很可愛 います 肥�法吧 很軟 最一 Dust 就是很喜欢哭 而且哭声还要令人很不舒服 这个时候就有同学说 不如让大家轮流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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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他,那个宝宝笑了,很可爱 但在我眼中,我觉得他笑得很诡异 绝对不是一个宝宝的笑容 我前男友面识突然间一变 他还想传给下一个人 但大家都是喜好 难道两夫妻都说要他抱多久 还要他做宝宝的契业 无奈之下,他唯有继续抱着他 在这个时候,宝宝突然在他怀中 把宝宝一直向上摸 直到摸到他的眼睛 他呆着地站着,有五个宝宝在摸 直到冬危把宝宝抱走之后 我才发觉,原来他已经害怕到不懂得动 宝宝结束之后,他终于来找我 唯要跟我聊一聊 你到底想说什么? 不想说我走的了,我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有点不耐烦 见多他几眼,我都觉得很烦 他拉着我,那只手依然和几年前一样厚实 但是,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感觉 不,不走 他就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 我终于滴不过他哀求的眼神 停下来听他说 那几年 应该说,在那天陪你去完人了之后 我,我一直发愁 我每天晚上,我每天晚上都看到那个宝宝 那些空洞的眼睛 发着青光 后来,我经常听到宝宝的笑声 早上起床 经常看到自己的面上 顶上,也有宝宝 红色的手掌印 还有很多怪事 我经常 我经常会不自觉地画画 当我清醒之后 我就发现 我画的,画的那些画 全部是一样的 你,你等一会 我带了一幅来 你看看 说完之后 他从三代里拿了一幅画出来 我接过之后 借着路灯的光,提了一下 整幅画的背景都是灰黑色 图灯不算很重 里面画着一个大头的BB 雙手放在空前 卷在一块 但是他的眼睛是睁开的 里面空洞洞的 好像一个黑洞一样 好像可以把人的灵魂吸进去 我越看越弹魂 就把一幅画给他 然后跟他说 你太多心了 很难幻觉 再说 你们这些画家 一向都是这样神神发化的 说完之后 我转身就走了 几个月之后 我听说他举办了一个画展 还邀请我去做嘉宾 那我见那么有空 就去打发一下时间 画展的派头很大 看来他现在都弄得不错 画展的名字 叫做开眼 一共是几十幅画 全部都是画眼的 有老人 有少年 有男人 有女人 各种各样的眼 而每一对眼都带着不同的感情 不可以不承认 他的确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画家 而位于画展中心的地方 挂着一幅很大的画 吸引着周围的人 我走过去一看 居然是他之前给我看过的那幅画 放大了之后 反而令人更加的不安 在幅画隔离 很多人都可以二轮纷纷 说什么代表生命的追求 说什么后现代主义 诸如此类 听到我有点想笑 全部都是废话 当我从画展的后门出去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手搭着我的肩头 我吓了一下 立刻回头一看 居然是他 你最终都是来了 我没有办法不将他们画出来 就好像不受傲制 这样将他们宣示出来 我觉得会好过一点 他的声音很沙 看来吃了不少烟 过度的灯光很暗 我连他的样子也看得不清楚 吃少点烟吧 对你无益的 我叹了一口气 在黑暗之中 我听到他的呼吸声 好像很急速那样 你都还会关心我 我没有其他意思的 麻烦你不要误会 OK 我已经有新的男朋友 而且我快要结婚了 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关系 我不会再生你 不会再恨你 不会再恨你 但是也不会再爱你 至少你的悔恨 我会接受 说完我转身就走 他不出声 不过 我隐隐悦悦的 听到他在哭 走了几步 突然在我耳边 响起一阵BB的笑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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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忍不住地回头看一看 从画展到透过来的光 我见到他正往画展回去 走过去 但是在他的脚上 我轻轻坐着看见一个BB 有个肥嘟嘟的BB 握着他的脚 正背头地对着我笑 雙眼的地方 依然是两个很大 很大的黑洞 我黑到呆了 全身的血液好像凝固了 过了十分钟 我才反应过了 扶着墙慢慢地走出去 那次之后 我经常听到南韩人的消息 他过得很落魄 甚至可以说是窮困寥倒 而且还问我借过几次钱 最后一次见到他 他哪里像一个人 再然后 就连他的消息都听不到了 就好像失了钟一样 他昨晚了很久 我忍不住就问 那很久又怎样 你知不知道落魄 突然 他转过话题 虽然我经常听到 但是 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就一直都搞不清楚 难道 你知道 我问他 他又是沉默了一会儿 是啊 因为 我是苗人的后代 不过 这件事我负责 我今天还有些事要做 下次再聊 我听过吧 二文六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 第二十八夜 开眼 声音演出 西蚊 Falcon 鹿斌 不知道哪个 编辑 Falcon 后期制作 西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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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